当我来到这个林竹钢的时候 我发现到新加坡已经城市化了 我们已经从甘邦搬到城市里面去 可是我们的农业 还是在过着往年的传统的耕种方法 是没有生产效率的 所以我还想 为什么我不能利用我的知识 来制造一个空间来生产我们的粮食 我们的这个系统 主要的就是向直发展 就好像我们的高楼主物 可以层层贴贴起来 我们的这个系统 可以生产的产量 跟平地比起来是10倍 我们的人工跟资源方面 可以减少说整75% 而水我们可以减少到95% 在我少年的时候 我是住在Bissan的Kampong 而那个时候 我们家里也是养猪养鸡养鸭 同时有种一些蔬菜 那个时候只能根据老人家的经验来耕种 根本不明白为什么植物是要肥老 我在2011年的时候 面对很大很大的困难 因为我们根本不了解昆虫 所以在生产过程的过动很大 我们停留了整三个月到六个月的生产线 我们必须从那边慢慢地学习 跟慢慢地开发我们的运作方式 今天我们公司有泥土的专家 植物的专家 甚至于我们有昆虫的专家 参与我们的团队 我相信在未来 我们的系统不单单是种栗叶蔬菜 甚至于也可以种果类 比如草莓啦 黄瓜啦 西瓜之类的 所以我们每天是把我们的蔬菜 包装好 直接送到N2C的超市总部 由它来分配到它的各个分行器 我相信以新加坡的状况 我们有办法用这个系统 让我们新加坡 达到我们需要的粮食来源 在我人生里面 没有困难 只有问题 问题可以解决 困难是借口 所以我从来不会对我面对的问题 我放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